你覺得為了他值得嗎 不值得 不值得嘛 但是還是要做 對你是愛之深則之切 真的很怕你喔 之前在那個我們黨團的時候我就告訴你說 你現在開一台車 你明明知道前面是懸崖 你還要加速過去讓你自己粉身碎骨嗎 所以我真的很想問你說 如果撤銷這個案子是違反程序正義的話 你要執意這麼做嗎 你要讓你自己粉身碎骨嗎 再來還有一個網友說 口出彰化修養差 這種德行如何做育英才呢 沒想到被揭發惡行還能當作沒一回事 真不知道這些官員名代 居然很大言不慘厚著臉皮為他護航 都不覺得丟臉嗎 這社會還有天理嗎 所有的老師家長孩子 但是大家一起開記者會 哭訴痛訴痛斥蕭小玲的所有的行為不端 媒體會怎麼報導 會大肆報導 會嚴格的要我們台北市政府 把他列為不當教師 家長團體全國可能會串聯 要逼他下台 可是當時這些家長老師學生忍耐 他們只用低姿態的方式向都學陳情 所以學校做這個處理 是有民意基礎的 有悲苦的學生老師家長的民意基礎的 可是蕭小玲很聰明 他把他犯政治化 他把所有的理由只公開說 是因為他反對好龍斌的一綱一本 他砲打好龍斌 把自己上綱到一個政治問題 他是好龍斌的一個反對者 所以被犧牲 就這樣 把一個行為不端 教學不力 是真的不適當的教師的問題 變成政治化 又有很多的團體或民進黨議員在後面挺 給你們壓力 再加上你所找的那些聯委會的人 都是蕭小玲的這個支持者 或者他的團體的一些這個護航派 所以呢 就給市長誤導做出了這樣一個判斷 今天讓你騎虎南下 讓你騎虎南下